Zither Harp 我们看经文 这一段的白话解释 葬者如来福佑力量 如今升天已经三天了 且同在地狱受苦无数罪人 也和他一样升天享受天乐 鬼王说完 恭敬合掌退下 这一段就是讲超度的故事 耶地利就是婆罗摩尼的母亲 因为造作第一的罪业 所以叫罪女 但是他后来婆罗摩尼 发愿超度他 但是超度是到天上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讲金金三日 他讲三天 那这里面有事跟有礼 那事呢 是真的是三天 那礼呢 讲这个三日 他现在有表法 那么云尘孝顺之子呢 为母受共修复 那重点就在这个受共修复 那我们就来讨论 为什么只有超度到升天 那这个老和尚 也都有开始 因为你升天这个天呢 就是指道立天 指道立天以下的 那道立天呢 他是在异界 异界有六天 四天王天 道立天 西叶摩天 多帅陀天 化漏天 他化自在天 这个就是异界六天 那异界六天呢 他是没有禅定的 勉强说呢 他有异界定 那这个呢 不是真正的禅定 真正禅定要四禅八天 就是射界的十八天 他是有四禅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无射界有四空天 四空天 所以射界的四禅天呢 加无射界的四空天 合起来叫四禅八天 那这个四禅八天呢 就一定要有禅定的功夫 他才有办法 往生到射界天 或者是无射界天 所以超度呢 最多指超度到道立天 老和尚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问题 老和尚说 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超度的佛事 梁皇宝灿非常殊胜 梁皇呢 是指梁武帝 梁武帝 齐请宝祝宫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 所以叫做梁皇宝餐 梁武帝 那灰子吃夫人在世的时候 造作卧夜 度在卧道 就是网熟生 宝祝宫是一个得到的高僧 所以老和尚说超度啊 那个主法和尚很重要 主法和尚要有德行的话 哇那个超度法会就很殊胜了 众生就可以得度了 所以宝治共产 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在来 老和尚说 是观世音菩萨亲自指持这个超度法会 这个超度佛事 观世音菩萨来 也只能把他的灰子超度到道理天 所以诸佛如来超度 也只能超度到道理天 就像普罗门尼 超度他的母亲 一弟弟罪你 也只能到天上而已 升天以来 这个原因在这里 他只能超度到道理天 再上去 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 没有修行的功夫 不行 明白这个是真相 我们在有生之联 要认真修行 所以真正有功夫的人 他是不要靠人家注练的 就像海鲜桃上 没有人家注练 自己进去疗访以后打引进 他就走了 他也没有注练 他是成就若身菩萨 所以我们在有生之联 要认真修行 你不修行 靠别人超度 你说注练 老实上说 你注练能够帮助他 至少他提起正念 他不会多到恶道去 你靠别人超度 再大的本事也不够是道理天 那为什么 这个夜地你 罪你 他可以被超度升天 这个理论在哪里呢 是波罗摩尼发现吗 也对 老和尚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老和尚就说 关键在哪里 他说 为什么佛不直接告诉波罗摩尼 说 我告诉你母亲在哪里 佛并没有直接跟他讲说 你母亲在第一 他还是要知道 借修德显信德 应借德定 应定花卉 你自己没有功夫 你还是没有办法 主啊和尚那个佛事 当然是重要 或者是说 他布施供养这个 结花定制在往如来 塔项之前 这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关键是 佛罗摩尼他很用功啊 在108亿里面有提到啊 是结花定制在往如来 告圣灵耶 就告诉那个菩萨 是如供养臂 那你已经修复完了嘛 对不对 供养臂就是修复完了 你已经修复了嘛 那修复你要修慧啊 那怎么样 但早反射啊 还是要缓迷归物啊 你要断落修善 要转迷为物 要转返成圣啊 如果你能够成圣成为菩萨 你就可以知道你母亲在哪里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你要有往生的本事啊 就是要但早反射什么意思 反射什么 要回光返照啊 要转迷为物啊 要转返成圣啊 这是要断早反射的意思 那端座思为无止名啊 这是什么 这是端座练实相 老和尚有讲过说 端座练实相 什么叫练实相 实相就是一真法座嘛 就是清静心嘛 端座练实相就是 他一练不生 跟自信相应嘛 那这个不容易修啊 端座老和尚特别讲说 不是只有坐在那边叫端座哦 他要练脱能够一练不生 那才叫做端座练实相哦 杰花定自在往之后教他说 你端座思练无止名号 就是这样 练佛啊 就是希望能够 心能够定下来 付出烦恼 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 今天老师也是教我们说 你可以歇息做禅咒 但是你练阿弥陀佛 就是端座思练无止名号 既当之母手中其主 他说你就知道 你母亲在哪里了 那入定 因为入定可以超越 时间跟空间嘛 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为什么要靠入定 才有办法见到 寻理佛语 那当寻理佛语 寻理佛语是什么 他理尽 这个佛啊 寻就是一转念之间 一刹那之间啊 寻规其受啊 他就找到新的本源啊 寻规之间 找到新的本源啊 一意母故 因为他想念他母亲的缘故 他端座练节化 练至少往出来 今一日一夜 他一日一夜就注定了 那我们说 弥陀经里面讲 若一日之后 他一日就可以注定了 就表示他练佛功夫很好 好 那我们就回到后面 这个120页 老实上说 佛不教给他这一套 啊 告诉他说 母亲在哪里 如果不教他这样 一日一夜用功 练节化定 这样如来 端座练五字名号 刚才我们讲 108页这个 啊 端座思维五字名号 不教他这个方法 老实上说 他哭死了也没有用 啊 佛不能度他母亲 佛要能够度他的话 那何必让我们修行 不用修了 全部靠合就好了 啊 通通得度了 那佛是大慈大悲 佛不能度 因为佛有讲过 他有三不能 第一个 啊 无缘不能度 第二个 地孽不可转 第三个 众生度不尽 这佛讲的 他有三不能 佛都有三不能啊 所以佛 藉由他母亲 这个度第一的英年 告诉他说 你认真修行 就知道 见到他母亲 在第一受苦 老上说 他那时候 练到 是一心不乱 为什么会这么真诚呢 为什么会这么精进呢 因为他想要度 他母亲那个心 很恳切 这个力量 在那里推动 到底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发愿啊 比如说发愿吃树啦 发愿念佛 我们一般 云云众生啊 都会有苦暴现前 或是灾难现前 或是不如意现前 或是病苦现前 我们就会化愿 那这个发愿呢 他就会改变 你的业力 啊 所以 老上说 是他母亲 受苦的那个力量 在那里推动 啊 道理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才晓得 佛门超度 远离在此地 那个超度的人 心不真实恳切 自己不能够把境界 往上提升 修行正果 被超度的人 没有用处 他得不到利益 佛罗摩尼一成菩萨 他的母亲呢 因为菩萨 有这个很大的功德力 所以超度到天界 相对的 其他第一众生呢 也跟着升天啦 这就是因为他成为菩萨啦 所以这个地方 不这样解释的话 我们就体会不出来说 后面这一段 为什么说 应是无间罪的 此日期的时候 为什么无间罪 其他都一起上去的呢 就是因为 这个佛罗摩尼 圣尼呢 已经成为菩萨啦 正果啦 啊 那么 这个地方的表法 刚才讲说 金金三日 啊 释迦上讲说 经过三天 他母亲 升到刀立天 或是升天以后 但经过三天 那为什么要讲三天呢 这里面有表法 这个三 就是说 你要端坐 输额之名号 你要超度的功夫 你自己本身 也要有 修行的功德 那意思什么 要以戒定慧 所以戒定慧也是三 信念行 也是三 啊 今夜三福 也是三 你要往生净土 要修基内三福 最少 基内三福里面的第一条 效仰父母 奉持掌 慈心不杀 修持三累 这个是仁天福 你要先做到这一条 啊 所以 金金三日 那个三表法 就是把贪嗔吃三毒 去掉 把贪嗔三毒去掉 他定功才会陷钱 啊 或是把烦恼扶住了 啊 这样 那一方面修行 也要三大阿僧其节 这是 金金三日的意思 那么 迎宠孝胜之子呢 是表示什么 我们是四大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文书树立菩萨 土贤菩萨 活门的四大菩萨的表法 地藏菩萨表孝道 啊 从孝道入门 就是 基内三福里面的第一福里面 一开始就效仰父母 奉持世长 从孝敬着手 所以 孝顺之子什么意思呢 地藏表心地法门嘛 那孝顺是信德 啊 所以四项上是 是婆罗摩尼找母亲 礼上是我们要 民心坚信 往生希望 都要从基内三福做起 所以是孝顺之子 孝道是信德 那为母受供 修复布施 结花定志在王族来塔士 这里面有识跟有礼 识呢 就是婆罗摩尼圣尼 为他母亲受供养 那布施呢 修复 做什么呢 供养结花定志在王族来的塔士 刚刚要开一个塔士 他布施 兼前 修建这个塔士 那就有这个福报 受供修复 这个受供呢 就是 要 修六度 刚刚讲过 布施慈皆人入 金金禅定 玻璃 那以普贤 菩萨 亨远品来说呢 一切供养中呢 法供养为罪 所以这个 布施呢 如果你能够学 普贤 菩萨的十大院 那这个布施就变成供养 这就是社供的意思 所以老法师说 怎么样才是最大的供养呢 老法师说 现在你要去修布施呢 最简单 找手的地方 最好的方法 就是印金 印金是最好的布施 为什么印金的时候 你出钱嘛 那就才布施啊 你可以让人家得到聪明智慧 法布施 看到佛经以后呢 他会开智慧啊 他会减除烦恼 无谓布施 为什么说 他布施洁花定 自在往主来呢 我们来跟各位讲说 这个地方 他表法的意思很深 因为呢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普罗姆尼供养洁花定 自在往主来 塔式 这个呢 我个人的体悟就是说 法供养里面最重要就是要开悟 要依教奉行 依教修行供养 这个福是最大的 所以鬼王才说呢 不但是你母亲离开地 连其他无间罪人 通通离开地 所以最重要呢 自己要有成就 所以修辅布施 洁花定自在往主来塔式 最起码要得到这个定功 就像圣女他一日一夜嘛 所以他母亲得到超把 得到超把呢 超度到天界 所以你一定要 有这样的一个超度功德 刚才我们是讲说 要仰仗主法和尚啦 但是最重要是你本人 孝圣这里讲 告诉你是孝圣之子 就是作为孝圣的侄女 要为他父母亲受贡超把 这个地方因为是 耶滴尼罪你嘛 所以是为母受贡 是为他母亲受贡养 但最后是要自己 要本身要能够开悟 要能够践行 所以修辅布施 洁花定自在往主来 就告诉你就是说呢 要供养这个塔式 这个塔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五印四大 这个说法里面 诸如一位如来天真佛 所以洁花定自在往如来呢 其实它表法呢 是表法我们这个自信 这个绝呢 绝是什么 我们的自信 绝花就是我们的智慧啊 那这个定呢 这个定就是禅定啊 所以绝花定起来呢 就变成三昧了 那挣得三昧以后呢 它就得到大自在了 大解脱了 那王是什么 我王是自己可以做主了 那如来就是你的信德啊 那塔式呢 塔式就是你五印四大的夜报神 转成冤离神 这个是塔式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他功德大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引诚回忆录里面 那个刘文化 我们在上课里面也有提过 刘文化因为他们几个年了 那研究这个索嫩眼镜八年了 八年寒川读嫩眼嘛 那最后呢 是刘文化有成就啊 刘文化当时他 他因为他研究这个嫩眼镜 研究他精进用功 当时他们也有请教附近的和尚 那老和尚也不会解释啊 他说我只知道嫩眼镜是拿来读的 怎么说嫩眼镜是拿来研究的呢 因为他也解释不出来 那在引诚回忆录里面 他有提到说 刘文化他一碰到 他不能够体悟的 他不能够了解的 他就到佛前去忏悔 到佛前求三宝加持 所以有一天呢 就是刘文化他入定了 这个就是他入定以后 就朝把他的引诚寨主了 他一入定以后呢 他见到琉璃世界 当时他就看到 他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相应到琉璃世界的时候呢 他先看到两个阴心寨主现前 就是他在还没有学佛之前 跟两个人打官司 为了土地呢打官司 那那两个人呢 后来官司打输了 就上吊自杀 那就变成他的阴心寨主 所以那两个阴心寨主 后来出现的时候呢 就要求刘文化超度他们 他说怎么超度你们 他说你肩膀借我们踩 就跳上他的肩膀 咚就跳上去了 就是先超度他两个阴心寨主 那再来就是他 往生的太太跟那小闺女 因为他当时呢 一心一意要去学佛 那他的夫人呢 就叫他不要离开 所以苦劝不听呢 他的太太呢 跟闺女就一起上吊自杀 所以他后来 他进到琉璃世界的时候 他入了这个这么 殊胜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他的太太跟女儿就过来 也是要求超度 也是踩上肩膀上去了 到最后 是他烈士的父母亲来 也是要求超度 但是没有顶礼 前面那两个阴心寨主 跟他的太太跟女儿 都有顶礼 就是后面的父母没有顶礼 也是要求超度 后来他见到这个境界以后呢 他就问旁边那个黄大爷 他叫医生黄大爷 黄大爷问他说什么事啊 他本来问他说 你也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境界啊 黄大爷说你在说什么 黄大爷一回头的时候 这个刘文化当时一回神 他说 他一回神以后呢 那个境界就不见了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 他超越了时间跟空间 进入那个禅定的状态 所以他见到流离世界 就相应到流离世界 因为后来他把这个心得 分享给谭西拉瓦斯听 谭西拉瓦斯跟他讲说 你这个境界是破事因 我们说受受想行事 他在你破事因 还不到照见五云皆空 如果他到照见五云皆空 那就是法生大事了 就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雷波罗蜜多事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个就是法生大事境界 为什么 他是行身波雷波罗蜜多事 行就他做到了 身波雷就不共波雷 那是法生大事 不共波雷只有佛跟法生大事 所以我用流文化 引证回录里面 这个流文化的这个故事 来印证这里说 这就是真正的修大福报 修福 而且布施供养 我们这个菩提自信 是杰伐定自在网主来 塔式 塔式是这个夜报生 杰伐定自在网主 是供养这个自信 这叫法供养 这个才是真正的法供养 以自己供养中 以法供养为罪 就是供养 你要有误触 你要有修正的功夫 你要有最修得显性的 要有修正性解行政 就关键在后面的行跟正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引用金刚经里面讲的 老和尚特别提到金刚经这一段里面 他说什么样的功德大 法部是印金 但是老和尚在讲印金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佛在经上讲 华严经 法伐经 嫩严经 大圣经 大圣经上 他说四处四间 第一等福报 无比四顺的功德 是怎么 是怎么修呢 他说流通佛法 那么流通佛法的功德利益 最好当然是讲经说法 那法部师 他说老和尚说 在金刚经里面 佛陀一共 提过五次 一次比一次范围大 一次比一次殊胜 他说到最后 金刚经的最后一段的比较功德 是满无量阿生起世界七宝 我把这段经文练一下说 什么是真正的修复布施 结花定制在王族来打 就是要做到金刚经里面 讲这个境界 金刚经里面讲说 虚不提 以引口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以用布施 世人所得福德 灵为多佛 这句话佛陀就问虚不提 他说你认为怎么样 如果把三千大千世界 的所有七宝 你拿来布施 去布施给众生 那这样所得的福德 大不大 世人所得福德 灵为多佛 佛陀就问虚不提 这样福德大不大 多不多 那接下佛陀就说了 若乎有人 以此金中受此 乃至四季既等 为他人说 祈福圣兵 也就是说 开悟的功德 大以满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不思 这样不明白吗 为什么说一季四季既 佛陀说 假如有人 对这一部金刚经 以此金中受此 受此是什么 受此他就是一教奉行 也就是老和尚讲的 老实真干天法 乃至于四季既 为他人说 他为别人法布施 祈福圣彼 这个福圣过 满三千大千世界 佛陀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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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诸佛 即诸佛 阿罗陀佛陀三百三菩提法 这一从此金处 六大师也是因为 挑目才到客栈 听到客人送金刚经 到英无所知的身心 他后来顿头 欺读那个境界 欺读波罗法 英无所知就真空 而生其心 就是妙有 他欺读真空妙有 波罗的境界 所以六大师也是因为金刚经 来印证 所以证明金刚经 里面讲说 一切诸佛 即诸佛 阿罗陀佛陀三百三菩提法 这种处金出 所以这个地方 提到说 为母受供修 就是修慧 受供就是供养 最大供养就是法供养 那怎么样法供养 你一定要应计得定 应计法会 那么修复布施 供养什么最大 供养就刚刚讲的 你能够一记四几记 做到了 也就是开悟了 最起码你也写 隐神回忆录 那个刘文化先生 台信老师说 他破试音 他可以超度 他的严谨债主 超度他死掉的妻子 跟女儿 还超度他父母亲 这样就是修复布施 绝发定制 在网族来打赤 我是在这个地方 把讲得比较深 你才不会说 因为他一样供养佛事 那我也一样供养佛事 那为什么一滴力罪 你可以离开地义呢 那我的父母亲 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恶道呢 那你就会有那种疑惑 这一段我解释到这里 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 灰尾菩萨之母 朵朵地 应是无间罪人 此日西头收落 祭同生气 这个地方呢 我们了解说呢 不是只有 婆罗门尼的母亲 可以离开地义 所有的无间罪人呢 这个呢 此日都是这一天 他母亲得到超度这一天 都一样得到解脱之路 而且呢 一样都是超度了 全部都超度了 这就是因为 他成为圣人了 就可以教化众生 圣灵他可以教化众生嘛 也就是说 老法是说他是 得到嗜意心不乱 那这个地方呢 他已经成为菩萨了 菩萨是可以教化众生 所以这个功德呢 所有的其他无间罪人 也都可以一起得到超度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讲到这里